天气越来越热了 您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吗 一般成人可以透过喝水公式来计算 你每一天该喝的水量 不过不少人没有喝水习惯 只喝茶或咖啡 有肾脏科的医师分享了教科书 打破大家的迷思 不管是食物中的水分 还是咖啡跟茶还有饮料 全部都算是喝水 但是也不建议完全用咖啡或茶 来取代水分 毕竟咖啡因摄取过多 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就怕水喝太少会有健康疑虑 不少人都会透过喝水公式 来计算每天该喝多少水 但喝茶喝咖啡 到底算不算是喝水呢 水的话就是 真的是纯粹的白开水 茶对好像也都不能替代水 它还是有含有水 虽然不像原本的那种白开水那么好 当我们在计算喝水量 或者说你在计算 你今天喝了多少水时 我们在讲饮食的水 绝对是包含像果汁咖啡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这个在美国的饮食指南 台湾的饮食指南上面也都有写 医师分享肾脏科权威教科书发文指出 食物内的水分 嗜好性饮料以及咖啡等等 全部都算是喝水 还要大家破除迷思 相信专业 咖啡绿茶都是水 这篇文章一出 引来许多网友热烈回应 有人说每次泡茶喝都很怕水喝不够 还有人说自己几乎不喝白开水 但并不缺水 更有网友留言 咖啡绿茶都是水 这要附送三次 为了让民众更好懂 医师还举例 如果医师凯里限时医嘱 每天只能够喝1000cc的水 这1000cc就是包含所有的汤汤水水 但不建议大家以喝茶或喝咖啡 来完全取代水 虽然它们都是属于摄取的水分 但我这样说并不代表 喝咖啡就可以当成跟喝水一样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咖啡有咖啡因 咖啡因有他建议的摄取上限 另外医师补充说明 想要解渴最好的方法还是喝水 无论是咖啡或果汁都得适量 采播因为摄取过多咖啡因或是糖分 饭到维海健康记者总导 国际油价涨不停 但全台拥有14家分店的美食卖场 从2017年开始也开设了三家加油站 而其中北台中站发油量相当惊人 一天就能突破100多公平 平均未保3200辆车 原来加油站才自助式的 节省人力成本 而且油价又比一般的加油站再便宜3块多 再加上疫情影响大家少出门 直接影响到附近加油站的业绩 纷纷传出倒闭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开进加油站 台中北屯的这间美食卖场加油站 生意相当火热 因为那边蛮方便的 价格上也不错 如果平常有降低成本的机会的话 我会愿意去 原来大家都是冲着便宜的油价而来 这间美食卖场的加油站 比一般的加油站 每公升便宜了3到4元 光是一天卖出的油量 就能够突破100多公平 平均未保3200辆的车 堪称全台业绩最好的加油站 而这也让附近的其他加油站业者 倍感压力 疫情延续以来 发油量又都下降 因为民众少出门 每一站的发油量 大概少了一到二两成的发油量 所以对我们加油站业来讲 是非常比较残淡在经营 由于北屯人口密集度高 光是美食卖场半径5公里内 就有40多家的加油站 相当的竞争 但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 民众少外出 冲击相对大 就有的加油站 干脆也转型 才全站自住室 节省人力支出 但有民众认为 美食卖场的加油站 才会原制 而且每次都得花时间排队 宁可多花点钱 并不是便宜就好 接下来 吴福燕台中报道 疫情冲击到全台的血库 不只是因为民众 怕感染出门意愿低 加上如果染疫的话 必须痊愈14天之后才能捐 也导致全台血库告急 目前只有4.5天 远远不及正常血库的存量 对此宜兰博爱医院的医护人员 带头晚袖捐血 号召民众一起加入 医护人员趁着空档坐上捐血车 玩起袖子来抽血 鼓励民众一起就血液库存 因为全台现在闹血荒 血库正常存量是7天 现在只剩4.5天 大幅低于正常标准 知道有缺血 所以就响应一起来 目前整个血库真的是各个人都缺 尤其是A型跟O型 现在每天确诊数日以万增 虽然说要走向与病毒共存 但民众还是不敢出门 这也大大降低捐血的医院 但医疗用血的需求 并没有因此减少 全台血液库存量创新低 让各家医院绷紧神经 对此宜兰博爱医院院长 带头号召捐血 要民众一起累代谢 血库亮起红灯 但如果染疫者想捐血 还是得等等 因为确诊者 必须在痊愈14天后 随着病毒量下降 才可以捐出自己的热血 记者李克燕一栏报道 高雄市有一名女子 骑车上路竟然不慎 跟迎面而来的麻雀 撞在一块 还好当下这只麻雀 只是晕了过去 随后这名女子 将奇特的事情 分享到网路上 短短几个小时 就吸引了不少网友 加入留言讨论 手捧小麻雀有点不知所措 文章开头就问大家 骑车上路要撞到麻雀的几率 到底有多低啊 因为就这么刚好 被这名发文的刘小姐捧上 我骑在路上 然后因为我有看到她 但她可能看到她起飞之后 她就很慌忙 她就直接往我的那个 安全帽的那个护目镜撞 骑车与鸟相撞 当时又带着孩子 有点害怕 但又觉得太离奇 当年骑车麻雀步过来 撞上后晕倒在身上 一度不知所措 就怕如果离开 会不会变成兆淘 另类车祸分享给大家 短短几小时内 就吸引上千名网友按赞 有人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 也有人歪楼留言 麻雀虽小 五脏却可能破裂 更有其他网友懂这种感觉 分享撞到其他动物的经验 民众骑车上路难免会遇到一些 很奇特的情形 现在就有民众说 她骑车上路呢 是遇到了麻雀扑面而来 而记者实际询问骑士 大家听到也都觉得很奇特 还蛮好笑的啊 那几率会长小啊 会啊很好笑啊 撞到麻雀我就用到旁边就好了 另类道路事故 幸好这回麻雀只是晕倒五分钟 醒来后就飞走 才让车祸就此结案 记者陈培纯陈瑜告他报道